你说我是洗面的还是那个非洗面的 网上就是有些棉洗的 有些洗面 但是我想吃那个面鸡 哈喽大家好我是前辈 看到我这一堆东西了没有 我准备今天来做凉皮了 我发现最近全网都在做凉皮 疫情过后凉皮师傅都要下岗了 你看我今天准备了一个棚 然后碗里面有油 这是我做那个长粉用的盘子 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凉皮 凉多少放多少水用这个 好昨天在超市里买的那个面粉 只剩这么一种了 面粉都卖光了 大家难道就是无聊了 在家里各种做面食吗 我买的是高筋面粉 我看很多公里里面都说是要中筋面粉的 反正不知道 试试看 反正我看了很多教程 就是各种各样的都不一样的 我刚开始想学着洗面的凉皮的 但是我觉得实在太麻烦 时间太大太长了 看起来很简单的 眼睛会了 我不知道手会不会啊 先准备200克面粉 这个盘子是359克 559克 然后再看一眼 加入两克盐 蒸姜面的精性 加入200克凉水 两克盐 加入面的精性 两克盐多少盐 两克盐差不多吧 这个是多少 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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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多了多了 那会不会少了 嗯264 然后边倒边搅拌应该是 为什么这感觉水比我多还是 这盘子选大了可能 搅拌五分钟 来帮我记一下 密闭15分钟 趁静止的时间 我把黄瓜给切了 没有那个泡泡的 只能手动切 里面倒入150克清水 再搅拌 我之前已经把水烧开了 我现在在这里面 刷一下油 怎么看它有没有起泡啊 现在把它撕下来吧 你这个看这样子呢 也不太行啊 行不行都得吃 行的行的行的 看到没 会跳舞 我的凉皮会跳舞 看到没 这个是后切凉皮 看到没 有韧劲 厉害厉害厉害 这一张薄荷没有弄均匀 总体来说还可以的 这张还算完美吧 平均 这个做的真的是完美 后来越做越完美 我们就夸一下自己 我觉得是成功的 你看 它的劲道 不能再扯 再扯 扯过了 感觉很弹 你能感觉到了吗 像QQ糖一样 小摊贩里面卖的都是拍的 透明的 透透的 感觉放上去感觉还挺像样的 你明天做那个吧 油泡面 你做梦 油泡面 我给你做生铅包 倒点辣椒油 蒜蓉酱油 少弄一点 会有大蒜的味道 低配版 凉皮 实在没有面筋 我真的很喜欢吃那个面筋 下次洗洗面 看看能不能做出来 很好吃了 真的很好吃 就稍微厚了点 但还蛮有劲道的 而且这个料也不错 我没放盐 因为那个辣椒油和我的那个蒜 蒜奶的酱油里面都是有点咸的嘛 哇好好吃啊 真的不骗你们 真的超好吃 没有凉平淀那么有劲道 但是已经很不错了 我觉得 可能这个真的很简单吧 所以网上这么多人学着做 你要不要来尝一点 尝一点尝一点 快点 好吃到飞机 以后我跟你说 有面粉我就可以给你做这个 那你为什么不做油泡面 还可以啊 还可以吧 就太厚了 就太厚了 显得好像没有劲道 这个调料挺好的 真的真的 这个调料挺好的 真的蛮好吃的吧 就是太厚了 显得好像没有质感 应该 没那么特别劲道 但是还可以吧 怎么样 这个屏幕呢 你别跟我吃完了 我没拍照 吃完了 真的好好吃 首先一方面 这凉皮还不错 另一方面 这拌着跟料水 特别是这个 这个 这个已经是大蒜浸在 美味鲜里面浸了一段时间了 就是特别有大蒜味 大家在家里无聊的话 真的可以试一试 方法很简单的 连我都能成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